本案所查获的數位是移動設備 主要是用於猜猜我是誰詐騙 該設備的功能就是能將境外詐騙電話 引力證886台灣代碼 讓民眾誤認為國內親有的電話 在行政院副院長曾文燦 內政部長李又昌 及警政署長花明昭等人陪同下 總統蔡英文仔細聆聽 刑事局打擊詐欺犯罪的各項成果 繼已故總統李登輝後 二十多年來再度有總統造訪刑事局 蔡英文特別向國人報告 政府推出打詐行動綱領1.5版後 上半年再防堵阻斷及懲戒 三大面向的打詐成果 包括攔阻超過393萬則詐騙簡訊 攔截境外詐騙電話1000多萬通 與銀行合作林貴攔阻金額超過26億元 並查獲詐欺集團超過5900人 我們也看到一個案件是警方發現了合法的簡訊公司 掩護詐騙集團發送詐騙簡訊 這個警方就立刻以停畫方式來處理 另外 境外電話詐騙也是很常見的手法 今年上半年 從源頭攔截加886電話 2到8的境外電話 總數超過1135萬通 政府也藉由通傳會 就是NCC 和電信業者的合作 新增攔阻機制 從今年6月開始 境外詐騙的電話也已經大幅減少 政府已經和全國36家銀行業者合作 建立境外賬戶的預警機制 另外 常有民眾因為被詐騙而到銀行匯款 警方也和銀行加強合作 今年上半年 在銀行林貴攔阻民眾受騙的總金額 超過了26億元 第三 在陳屬詐騙的部分 警察同學全力以赴 增獲多起重大的詐騙案件 清楚犯這個人頭 他們今年的上半年 我們警察超過詐騙集團超過5千9百 除了持續打擊詐騙 透過跨部會整合 與中央地方合作提升打炸成效 蔡英文也向民眾宣導六部 希望提升國人防炸免疫力 要求先匯款的不要給 臉書沒難勾勾 不要點 網路交友借錢不要信 混賺不賠群主不要加 收到公民簡訊不要理 要求給各支的不洩漏 行政院副院長周文燦表示 詐欺犯罪手法 隨著資通訊及金融科技發展 也變得更加複雜 行政院因此推出 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從試炸 賭炸 阻炸 逞炸 四大面向沿逆各種策略 並整合跨部會力量 成立打炸國家隊 同時推動修正打炸武法 就希望全面降低詐騙受害事件發生 那目前打炸的能量有提升 那科技偵辦的能力也有提升 所以包括這個虛擬貨幣 包括第三方支付 包括銀行的金流的賭炸 包括電信的這個簡訊賭炸 或者是第二類電信的賭炸 大概都比以前做得更好 那我們希望要持續 把這個成果慢慢展現 那我想目前我們是希望 詐騙的資訊我們要把它大量降低 那詐騙的案件也要逐步降低 那最後也要全民試詐 一起來打炸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個工作是各部會一起通力合作 那也包括了負責上游賭炸的 金管會 通傳會 以及數位部 他們也會全部參與 刑事局也提醒民眾 接到陌生來電或透過通訊軟體 傳遞訊息一定要提高警覺 如果有任何疑問 都可以撥打反詐騙 諮詢專線165查詢 讓詐騙犯罪無所遁形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